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出世时,她的爸爸年方十七,妈妈只得十六 她们太年轻了,没有能力照顾早产和有哮喘的宝宝女 所以,爷爷妈妈就成为她生命当中至亲的养育者 中学时,更被证实有阳简症,现在称为老简症 21岁那一年,她和妈妈在街上走的时候 她看到妈妈突然滑倒 于是作出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乎妈妈 谁不知自己失去了重心 就从天桥的斜路一路滚下来 自此,她就不良于行 成为了用轮椅代步的伤残人士 其实,黎敏的心灵比肉体更加的伤残 她小时就缺乏了父母的爱惜和肯定 但,杨简症又令她不断地进出医院 影响了她的学业和自我形象 她开始以街手来自残 又狂喝啤酒来麻醉自己 高峰奇,她告诉我一天可以喝十四罐 她还不断地说大话来惹人注意 或者掩饰她自己的过错 没有人明白她心灵的绝望和痛苦 最后,她出现身是一个异常又突然的反应 就是随时都会昏迷不醒 甚至,试过多次的暴霓 成为了医院的上客 其实,她潜意识地将自己昏迷 以至逃避现实 甚至放弃自己 我刚刚开始认识丽敏的时候 我就是时时要去医院探望昏迷中的她 在她耳边说话,唱诗歌,读圣经,祈祷 当我遇上她清醒的时候,我就会笑 水公主,你终于醒了 她有机会回教会方舟的时候 我们都要特派一位姊妹,好像护驾公主 为她明罗享导 不要围控她 她对陌生人或群众会惊恐 擦了香水,不要埋伏她身 她对香味很敏感 所以,丽敏的轮椅背后挂着一个警示牌 写着香水密近 这两样东西都会令她昏迷 我和她熟络了,才知道她的心心都是脆弱无比 我还帮她起了一个绰号 我叫丽敏做玻璃公主,神恩待我 亦都得到丽敏的信任 我们开始很多心灵的对话 五年了 这五年,我见证到上帝在她生命当中 真是动了善功 使她经历到十架的大爱 复活的大能 她的生命 焕发得令我目瞪口哀 今天的她 是担任我们方舟教会的执位 打点复康巴的车務事宜 帮手带小组,带茶经 参与敬拜队 在她所住的院舍 她关心院友 聆听安慰 亦都协助喂食 最近这一两年 她到突破,去做义工 她多次在陌生人 或者在不同的群众面前 为耶稣作见证 拿着电动轮椅 探望入住老人院的妈妈 或者探望医院当中的病友 甚至 最近在我经历侍奉低潮的日子 她用不同的方法来关心我 其中 我收到她的电邮 这一串的说话 安慰和辅助我 这个心灵受创的牧师 是这样写的 随随 我不懂得怎么说 但对你我是信任的 想象你将要应对的是绝不轻易 虽然实际没有什么协助你 耳朵肩膊 如果有需要 尽可借去 请保重身体 黎文 我一边看着这个电邮 我的眼泪全全 但心头却是暖暖 哪一个会相信 一个身体这么严重 相残的黎文 会有今天的无恙 于是我又为她 起了另一个新的绝号 叫她做 玻璃纤维公主 见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